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刚刚听您介绍说 这个PowerToChoose.com 因为在德州的话 就是说它在2002年 开始做零售市场 等于是自由化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因为我们在传统的电力系统里头 比如说你住到台北市 你只有只能跟台北市的电力公司买电 那因为大家觉得就是说 要送电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像这个通讯一样 可以用无线的送电 必须是有线的送电 那有线的送电的时候 就是牵涉到这个架线的问题 线路要线到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这个线路属于哪一个公司 你就要卖 你要向哪一个公司买电 但在德州不是这样子 在德州它不是 它就把这一种 我们把这一种所谓的两个layer 一个是information layer 一个是physical layer physical layer是送电的 information layer是买卖的部分 金融的部分 所以说我在买电的时候 我可以跟Houston的电力公司买电 可是所以在这个的时候 我的账单是寄给Houston这些公司 从那个公司寄给我 我来付钱给那家公司 我付钱给他公司 可是在送电的时候还是传统的 所以它这个电的计价就变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能源的部分 一个是这个线路使用费用 对 所以很像我们好像是一般时候在用MOD 或是用手机 对 对就是说那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每一个公司 每一个公司要争取你的这个客户 对不对 所以说它就会有各种不同的电价方案出来给你 甚至说有些时候是零电费 有的时候是零电费 对因为这个是一些市场规则 所以造成了这一种比较算是 比较创新的一些电价方案 比如说像在德州的话 那我们可以它有几种电价方案 比如说晚上8点到早上5点免费的 免费 对或是晚上9点到6点免费的 或是10点到7点免费 或是说现在甚至已经告诉你就是说 你每个月用最多电的8天免费 那因为他们算出来 就是说你大概用最多电的大概都是周末 对不对 所以周末不会是在尖锋时段 所以他们这种东西有各种不同的方案 或是说它也鼓励再生能源 那这个再生能源的话 就是说我们现在大家在看的 就是说很多再生能源 比如说太阳能发电 那我们是放在自己家的屋顶 对不对 那它现在就是说 新的另外一个市场的模式 就是说它盖了一个集中式的太阳能场 就是说我买你多少 百分之多少 你发电的百分之多少 我买你的 所以你的电 就是说它有一部分 它发的电有一部分 你就把它认购了 我认购它发的电 那就是说间接的 在生能源 好像就是这个跟 放了这个太阳能板 在你屋顶是一样的效果 对所以这整个的一个营运的模式就出来了 所以是非常弹性的 有弹性的 对 OK 所以在德州居民 这个用电 真的是我们刚才是大开眼界 原来在什么样的时间 用电是便宜的 它其实就可以把高峰的用电量 给它输散下来 然后呢有很多的选择 对 大家可以买不同 根据你的生活习惯 是 比如说你家里白天没有人 那你就可以买这种白天比较贵的店 晚上便宜的店 OK 那你如果说家里一天二十四小都有人 那你就买整体上来讲最便宜的店 是 而且你刚才讲的那个网站上头 有一百多家的这个选择 就是电商 电力 卖电给你的 有一百多家 你可以去选择它的 是 这是很大的不同 所以最后一个小问题 请教授给我们台湾 在电力的这个政策上 给我们一点 尤其是再生能源 的一个建议 我是觉得就是说 刚刚这个几位专家也谈了 就是说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一个 我们电力本身是一个永续的发展 是 对 你就说 并不应该是因为改杂换代 你就改变 政策要一直推行 政策要一个推行的 像在德州的话 你看从1999年开始做 做锋利发电 即使换了多少州 换了多少政治人物 20年了 20年了 它继续推展 是 它一贯的 这才是对民众 对国家 都是最好的 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案 是 今天非常谢谢教授 给我们这么精彩的分享 我知道您时间很赶 谢谢您 不客气 好谢谢 谢谢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在产业人物 What People的YouTube频道 以及脸书的粉丝专页 按赞 订阅 留言 分享 和我们一起为产业加油 谢谢您的频道 关注 我们下转发布 我们下转发布 我们下转发布